辞料图挑战者 一型主战坦克是在FV4030分型的基础上,进行改装设计而成FV40304型,随后改名为挑战者。 原本是英国用于代替其FV40而设计制定的MBT80坦克计划,却因为其经费和技术的有限性不能继续,随之伊朗爆发革命,原本为伊朗生产的坦克,而被取消了订单,于是就这样因查阳输出了挑战者。 它是由维克斯公司最后负责生产的,内有三名成员,总体的布局是与其福塔相似的一种重防护型坦克。 但是两者的外形赤箱差距大,资料图挑战者,一型工艺复杂,整体外观非常的漂亮。 它采用乔巴姆装甲,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齐抗扣甲带的能力,即减少了基础射流的威力伤害,防护性能非常高。 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,它体积和重量增加甚少,权重只有62吨,炮塔并没有出现AS那种组装上扣个洞,按炮掌进的设计。 它的主炮采用的却是L11A5是120毫米线堂炮,虽然有利于发射L31是碎甲的,L32A5是碎甲较力的,但是线堂炮对于现代坦克来说,发现其缺点很多, 尤其是一抹损且威力受限,杀伤力不足等,虽然它的射程远,精准度高,但穿身不足。 资料图另外由于受到自身火控系统的影响,其不能发挥更好的优势,一开始依旧采用的是为其浮弹改进行所研制出的断火控系统。 后来在海湾战争时更换成两型型数字锄粒子系统,火炮控制装置等, 使之它在战争中表现出良好的作战能力,但挑战者的机动性实在太差,所以有它有1200马力,却只能跑50多公里的时速。